M.D.B. 你说他什么意思 你说他老蒋什么意思 让我去打共军在打鼓新场的主力 这 你干脆直接说好了 让我去送死 还有 这个吴启伟州魂园 哪个不比我离得近呢 锦组 这就是地方军和中央军的区别 现在怎么办 事情明摆着 我如果不去 他老蒋一定会以违抗军令这件事情 在我身上做文章 我如果要去更明显 肉包子打狗嘛 是啊 那共军的主力部队 咱们都已经领教过了 请坐 刚刚收获了一份情报 是 魏金荣发给游国财的密电 什么内容 说 说 共军的前头部队 正在打鼓新场的老木孔修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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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给他个突然袭击 没准还能立一次大功 顺带手 把工具一锅给端了 可没准我们这部队还没动 先机就没了 君佐 你何不找找游国财啊 游国财 他和我向来积怨很深 虽然现在表面上达成了一致 共同抗共 但终究不同心嘛 不是啊 君佐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今时不同往日了 咱们前军 都已经让老蒋 给挤到这前夕县城来了 再不同心协力的话 那咱们肯定要让中央军 给挤出贵州不可 不是 君佐 我觉得 这游国财啊 肯定知道 孰亲孰众 眼下呀 咱们兄弟一定得同心协力 争取在这个打鼓心场啊 打他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老哥 其实我心里明白得很 老蒋一到贵阳 就把你编排到了前夕 很明显嘛 他就是想把我们全都搞下来 你放心 他算盘打得精 我不可能让他那么如意 我这盘江发现 说什么也不能落他口袋里 现在我卫金融部 已经死死地咬住 猪毛红军前锋的尾巴 我马上就给他发定 让他发起进攻 好好好 这就对了 你放心啊 我马上派我的部队去侧应你 是时候啊 让他们看看 咱们前军的威风了 好 好 好 这就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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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他们进套了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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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慌 不要乱 赶紧还击 猪团长 走 猪团长 过来 那里是宫军的指挥点 带人攻上去 干掉出来 弟兄们 快给我上 快 快 都是一军八死门鬼 快 跟我来 来 独战队 独战队 赶紧上 快上 快点上 快 快点 走过来 通训兵 通训兵 到 走 看你那个俗样 快去给游市长发电 说我们三个团 在打古兴场的老木孔 再遭遭遇共军逐连的袭击 请求快速登远 是 给我撤 撤啊 走 走 快 Skip 慢慢 Crisp 地儿 乱 我 乱 攻击员 攻击预备队 冲击 是 来 给我上 老罗 老罗 冲击预备队 同志们 快来门打 冲击预备队 快 把敌人打下去 回去 去 火枪给我 给 撤进了吗 打鼓战队 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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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的什么 市长 几遍 怎么了 卫市长在打鼓刑场的蔡凿 突然遭到了贡军的偷袭 说是 说什么 说是快坚持不住了 快 赶紧集合 快 集合 我这定令还没发出去 怎么办 给我借一下王眷长 王眷长 王眷长 我是游国财 泡汤了 不过是突袭计划泡汤了 我三个团子才早 被共军伏击了 怎么办 老弟啊 我的队伍现在刚刚从前西线出发呀 离打鼓心肠还有二百多里呢 远水解不了你的净壳 军长啊 这是我大半个家当 不能丢啊 你得帮我想办法呀 这样 你给周空元和吴七伟部队打电话 他们离你们心 那包子中央军 他们能管我们死活吗 好 我立马给老蒋打电话 一定要坚持住啊 谢谢学长 谢谢学长 王嘉烈接电委员长 你去接 是 喂 韦泽 我是陈诚 陈长官 我有十万伙计的事情 需要向委员长汇报 请您让委员长接电话 委员长不在 有什么情况你跟我说吧 我军游国财的卫金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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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打鼓新场遭遇了共军处力 请求委员长派周空元吴七伟 马上派兵增援啊 有国财部 不是让你去打鼓新场吗 你让他去干什么 我的部队已经从前夕出发了 距离打鼓新场还有两百多里路 等我的部队到了 战斗已经结束了 好了好了 我会替你转达的 就这样 乌院长 圣传 王家列怎么和游国财关系这么好了 看来必须要解决贵州的问题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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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出风后 出 快出发 快出发 出发 不要往回跑 往前撤 不要回来 都回去 市长 市长 兄弟们顶不住了 快撤吧 快撤吧 撤 别动 别动 把他们的江都给我卸了 是 咱们三千多人哪 打败了他们四千多人 而且这些弹药和粮食呀 可以给我们做供给了 这次咱们可收获大了呀 是啊 咱们一仗歼提 两千一百余人 这是咱们红九军团 自长征以来 最多的军团 大了一次胜利呀 你们呀 把这些东西啊 都好好地检查一下 凡是老舅不能用的 全都给他回来 不能给他们留下 好 报告 敌中央军中会员居 我们只有三十多里了 来得还挺快啊 可惜来晚喽 清点啊 这可都是我们中央的宝贝啊 这个罗胖子真是原福将啊 这个九军团虽然没有过乌江 但是却打了个胜仗 最重要的是得了不少好东西呀 这仗打得好啊 来来来 你们听着啊 奸敌两千一百余人 其中毕伤敌人三百余人 俘虏敌人一千八百多人 我军伤亡一百余人 这罗饼汇可以啊 看来啊 他们虽然没有过乌江 那也是个好事啊 干脆就让他们继续留在那儿 当他们的战略轻骑兵吧 但是啊 还是要提醒他们 千万不要骄傲轻敌 毕竟他们在那儿可是孤军奋战哪 给他们发电 告诉他们避开敌中央军 往西北深入 先发展壮大自己 随时等待我们军委的新命令 好啊 这一次战斗 就歼灭了前军两千多人 这绝非游击队所为 更不是小谷共军所能做得到的 对吧 一定是共军珠毛的主力部队所为 你看这边 共军主力不是过了乌江了吗 哪儿来那么多主力啊 会不会是情报有误啊 应该不会 地面侦察和飞机侦察都显示 共军的主力在西风一带集结 应该不会有误 难道是王家烈油锅彩谎报军情 报告 进来 好 竹毛红军正在攻打 滚羊北郊杀的哨 什么 这 这 这儿 你怎么办 赶快把情况报告委员长 陈长官 最近委员长老是看我不顺眼 像这样 他不想知道的消息 而我们又不得不汇报他 还是你去跟他报告吧 我这个中将司令官 连当个高级传令兵都不称职 你不称职 那好吧 就让我去做这个高级传令兵吧 那 佑巴 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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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长官 电话 你说在这里 我认为不可能 我是陈诚 报告陈长官 什么 共军使用重击枪 迫击炮 不到半小时就攻占了沙子哨 你确定 是共军主力 好 我现在命令你们赢 给我死死守住白萨官 一步也不准后退 我马上派兵增援你们 这回 真是共军的主力部队了 不 即便是红军的主力 我们能干什么呀 我们没有援兵 怎么派 去把派 报告委员长 不是 我 你能做萎缩身边的传领兵 是你一生至高无上的荣耀 去 这不是一屋战机吗 需要冷静 走 还要寻找没有 继续 去 到 到 案 刹 到 大 写 瘾 你的 这个 切 当 我 好 撤 撤 什么 共军便衣侦察队 攻打轻震机场 有多少人 他们现在人呢 跑了 好 我知道了 喂 找谁 顾长官 您电话 喂 什么 贵阳东郊黄泥兽 观音山遭到攻击 有多少人 主力 确定吧 好 传我命令 一定要顶住死守 情况紧急啊 黄泥少观音山 快顶不住了 现在白沙关吃紧 刚刚守军还在催促援军 怎么办 没兵可派的呀 只能抽掉我的一个警卫帘 去增援了 也只能这样了 二 二位长官 红军在侦察轻震机场 如果机场被占领了 空中逃生的通道就被掐断了 刺绣 珠某这一招 明摆着是送着委员长来的 这样 你们把情况 赶快告诉委员长 让我一个人好好想想 去吧 快快快 去吧 同志们 已经得到了确写的消息 红军的主力 已经渡过了乌江 到达了休闻西风一带 前锋部队呢 已经开始攻打 贵阳城郊外的 观音山 白沙关 和黄泥少了 太好了 贵阳是我们的了 是啊 虎州蒋介石 赤化全贵州 怎么又停掉了 听说贵阳城里戒严了 又戒严了 现在贵阳城里的风声很紧 看来 我们要多加小心才是啊 是啊是啊 红军攻打贵阳 咱们得出点力呀 对 林书记 你说吧 我们能做点什么 是啊 是啊 好 我今天把你们喊来 就是要为了 红军攻打贵阳出力的 具体的工作安排是 你们在这里 快点回去啦 天都黑啦 戒严啦 快点回去啦 戒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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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不相见 张园啦 索详啦 你去不公手 他们吊得动吗 吊不吊得动他 和可不可以吊他 这是两码事 校长 要不您还是亲自写个手遇吧 不用 就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 下这个调令 是 是 主席 我们才六个旅 委员长要孙杜带三个旅过去 一旦共军窜到云南 怎么办 我看不能答应他 珠毛红军现在什么地方 红军主力现已渡过乌江 到达西枫县境内 目前正在攻打 贵阳北郊的要爱沙子哨 你把这份电报的原文发给孙杜 你把这份电报的原文发给孙杜 这可为难孙杜将军了 他现在在大地 离贵阳有四百多里路 普通行军需要七天 老蒋区让他三天就赶到 他能赶到吗 孙杜三天能不能赶到与我无关 但是他到了贵阳 如果再到别的地方去 就必须向我汇报 是 给我把贵阳工作站的电话接通 我要和任刚通话 是 法尚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委员长找我 是 委员长找你有急事 贯阳城内的防御也只有交给 委员长 卑驰王天熙前来觐见 天熙来了是吗 来 坐下说吧 坐坐坐 卑驰 不敢 不用这么拘谨 谢谢 委员长 天熙啊 你哥哥 王天培有后代吧 有 好 有 有就好办 政府会考虑的 城盟委员长关怀 天熙 老爷 你对贵阳是很熟悉啊 两天之内 把贵阳周围的碉堡防御攻势给建好 另外 还得再组织一个别动队 搜捕贵阳城内的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是 是 有什么情况 及时地告诉我 慈修和莫三 你们不是很熟悉了吗 是 是 当然 也可以直接来找我 国家现在可是用人之计啊 希望你要勤勉屡职 担当大勇 是 请委员长放心 卑职一定立经图 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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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到齐了是吗 那好 我就不留你了 我还有个会要开 委员长 我 怎么 你找我还有其他的事吗 没 没有 您忙 好 开会 无论如何 要保证您的安全 好 那有没有什么安全的地方呢 有 走花旗老过去 不到六十里路 好 你马上准备 挑选二十名忠诚可靠的向导 二十匹号码和两顶轿子 是 越快越好 是 去吧 走 走 你们跟我来 是 来 上车 孙司令官 咱们又见面了 王主席 大军今日路过前夕 多有打脚 还请多多包涵哪 孙司令官 这长眼道自古以来 这云贵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怎么能说出两家话呢 来来来 今晚大军就在这里安心肃营 明天一早再到贵阳秦王 好 请 来来来 请 请 请 总是 basing 第三季 孙他 那一席 这现如今我们贵州人 着实体会到了王省的妾夫之痛啊 所以还请司令官向龙主席转达 如果有一天 彼人在贵州待不下去了 还请龙主席在云南划拨几个县 给我们趟立身之地呀 少无雄情放心 兄弟一定告诉龙主席 既然滇潜一家人 有事应该出手相助才是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时候 云南会尽力而为 好 太好了 依孙司令官的见解 共军这次过吾江 意欲何为啊 彼人不知 依我看呢 无非是想将他老蒋义军 好 你们说呢 是 是 快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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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许同学 欢迎啊 又见面了 少许把您判来了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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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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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小心点 首长好 首长好 和华英少许同志啊 首长来了啊 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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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首长好 好 感谢中阁军委 给咱们派来的这么好的 政治副主任 请进 坐坐坐 我们有什么工作经验 顾队上 还得靠着你们两位啊 少许同志 你是总工会的委员长 有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理论水平比我和老鹏高啊 我们得向你学习啊 就是 太窃取了啊 来 和他说 互相学习吧 军团长 政委 咱们自从四渡赤水 和南渡吴江以后 官兵们的情绪怎么样 坐坐坐 好 我们好好聊聊 好 少许啊 少许啊 不瞒你说 自从三渡赤水以来 我们是光走路不打仗 但走了几百里了 脚都走肿了 有的士兵调了队 开了小差 指挥员呢 有很多也不理解 难免会有情绪 真的 正需要你该好好做做思想工作啊 我们呢 一方面要安抚好他们的情绪 再一个呢 要好好地动员起来 这也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主席 进来军委紧急命令 军委命令我们 急行军向东南方向开拔 目标贵阳东郊的武当 准备出发 好消息啊 好消息 军委电台组 破译了前军的电报 电军的孙杜甩三个旅出动了 正准备驰人跪仰 意图案 是 好啊 终于把滇军给调出来了 这就等于我们已经成功一半了 是啊 我们明天打到他贵阳去 我们转移到贵阳的东面去 来 命令 林彪 董德怀 在天上一把火呀 连夜攻击贵阳城 把这个假戏做得更真一点 让蒋介石更着急一些 让孙杜跑得更快一些 走啊 燕主任 燕主任 葛院长 这是哪儿在打枪啊 葛院长 现在还不知道 我马上去查 你不做什么不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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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长 什么情况 连长 有好多骑马的大官 滇军来了 好 捅他一下 给滇军一个见面礼 但是敌方至少有一个旅啊 打他的姓头部队 打一枪就跑 有便宜不占那是傻子 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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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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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来见 后面就快点 还要快 还要快 帮我当什么了 自挑队的骡子 就是牲口 没有休息的时候啊 要不要让部队先休息一下 不用 弟兄们 加快速度 到了贵阳 重重有识 是 驾 这点是分手 第二个 这点是 RES 这的 你还在这里 你还在说 你还在那里 你还在那里 这不是 就如那里 就能忍受 那是 是 过的 快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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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蔽 隐蔽 快隐蔽 隐蔽 隐蔽 毒死反击 毒死反击 是 毒死反击 撤 撤 撤 给我杀 见鬼了 人怎么都跑没了 这行 阮知啊 我们开始下第二步期了吧 我建议啊 让洪六团出开州 进入清水江边 搭建两座浮桥 然后呢 从清水江直逼望安县境内 让一三军团冬季再下乡前公路 直逼龙里 先把龙里县城包围起来再说呀 让洪六团把他们的东境搞大点 这样蒋介石才能相信我们往东去 是为了去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呀 是啊 要把这假戏啊唱得更真一点 让二六军团派出一支队伍继续吸血 假装成配合我们行动的样子 让这个老蒋身心不一样 你进来了 欢迎立马 大家不要慌 继续前进 是侦察机 不要躲呀 正好啊 让老蒋看清楚我们的行动啊 报告 报告 委员长 天夕 你怎么来了 我正准备到北门城防看一看的 报告委员长 必知用时一天一晚 城防攻势已经全部修筑完成 一天就全部完成 是 天夕啊 你真不亏 是当国的人才啊 委员长过假 委员长 好 委员长 孙渡到了 到哪儿了 到了清镇 委员长 太好了 机场安全了 天夕啊 到 你还得辛苦一趟 去组织一些民众 举行一个欢迎仪式 欢迎孙渡将军的到来 去 去